Hello,大家好,我是文佐康,Sean 喜歡音樂的話,很小時候就已經喜歡 因為我小時候就已經會跟著Michael Jackson那些歌去唱、去跳 大了之後,我媽媽就送了我去韓國那裡訓練 學唱、唱歌、跳舞這些 他們是很嚴格的,一一就只是唱歌和跳舞 我就會提前去到自己去拉筋練習 我平時會做得不好的位置,去調整好那個位置 差不多是晚上11點,自己關燈 然後回去宿舍睡覺,第二天又是這樣再重複 音樂本身就是一個生活化的東西 音樂其實是一個生活,用一個音樂來講一個故事給大家 每個人聽音樂都有不同的故事在自己的心裡 因為每個人經歷的事情都不同 你聽的歌,你寫的歌,你作的歌,所有東西 like as a listener, or as the writer, as the producer 所有東西你做出來的作品,你聽的作品 都是有它自己的不同的故事 都有自己的 meaning 我喜歡Rap的類型的音樂多點 我喜歡Rap的類型的音樂多點 Rap裡面是一個故事,跟你說出來 我喜歡Rap快的,因為我覺得他們跟著的Beat 是有那個韌韌韌的感覺 我的朋友他們是Rapper,他們都是歌手 他們自己去Live House的表演 觀眾在下面一起跟著跳,我很開心 我喜歡那個環境,我喜歡那個感覺 那我是否應該去試一下接觸一下這件事呢 同時就開始喜歡Hip-Hop 慢慢去跟著自己學習 為什麼我要參加星夢宴? 因為我是沒試過上台,所以我想試一下 那我又沒試過,看看會不會給我這個機會在台上 超越一下自己 and yeah, here I am